欢迎收听大纪元新闻 请听英文大纪元记者Frank Fong报道 陈廷编译 中共跨国镇压 对留学生造成寒蝉效应 国际特赦组织周日5月12日公布的调查报告指出 中共在中国留学生之间制造了一种恐惧的氛围 试图阻止他们涉入被中共当局视为禁忌的议题 国际特赦组织在2023年10月至12月之间 采访了32名中国留学生 他们分别在比利时、加拿大、法国、德国、荷兰、瑞士、英国和美国留学 研究人员发现 由于害怕遭到中共骚扰与报复 这些学生不得不进行自我审查 并在参与政治活动上有所保留 在报告发布前 国际特赦组织中国部主任沙拉·布鲁克斯 在5月9日通过电邮告诉大纪元时报 当我们与更多的学生见面后 我们发现无论他们在哪里学习都有共同的经历 他们因行使言论自由而遭报复 担心参与人权议题可能影响到他们的家庭、安全和职业生涯 他们都对如何在大学内寻求支持、备受压力与挫折 这份题为在我的校园里 我很害怕的报告中 受访者的姓名和大学都进行了匿名处理 以保护他们的安全 在接受采访的32名中国留学生中 19人来自中国 12人来自香港 1人来自澳门 其中一名中国留学生罗文告诉国际特赦组织 他曾参加过1989年天安门大屠杀的悼念活动 几小时内 罗文就收到了他在中国的父亲的讯息 他父亲说 中共安全官员已联系了他的家人 报告指出 罗文的父亲被告知要教育在海外求学的女儿 不要参加任何可能损害中国国际生育的活动 一年后 罗文再次在他所在城市的中共外交使馆附近参加首页活动 几小时内 他的父亲再次联系了他 罗文认为 中共的意图很明显 你正在被监视 虽然我们在地球的另一端 但你还是跑不出我们的手掌心 罗文告诉国际特赦组织 伊森是在北美读书的研究生 他告诉国际特赦组织 当我第一次来到美国时 我觉得可以自由地参加各种活动 但现在我感到不安全 我经常担心我的父母被警察骚扰 报告表示 在接受采访的32名学生中 有10名学生表示 由于他们在海外的活动 在中国的家人曾遭到中共官员骚扰 他们家人受到的威胁包括 护照被吊销 失去工作 得不到晋升和退休福利 甚至人身自由受到限制 报告表示 中共官员还向他们的中国父母施压 要求他们切断对海外留学子女的经济支持 报告写道 一名学生说 中国国安部警察 只是他们的父母切断他们的经济来源 警察还威胁其他亲戚 如果他们寄钱 就会惹上麻烦 报告表示 一些学生决定主动切断 与中国父母的联系 罗文告诉国际特赦组织 断绝关系是最糟糕的情况 但也是保护其他人最好的办法 他说 切断与家人的联系 并不是一种法律上的保护的措施 但它很有效 因为安全机构无法再利用他们 对你施压 中国留学生之间的寒蝉效应 国际特赦组织中国部主任布鲁克斯说 在2019至2020年香港大规模抗议活动 以及2022年北京斯通桥事件后 许多中国年轻人和香港人 越来越关注人权活动 布鲁克斯说 这不仅催生了新的组织模式 展现了国际团结的力量 也导致中国当局加大镇压力度 他说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 国际特赦组织决定调查该主题 并撰写这份报告 报告指出 一些学生表示 他们认为自己受到了中共当局 或其代理人的监视 14名受访者表示 他们在活动中被可疑的拍照或录音 6名受访者表示 出于担忧 他们根本不会参加有关政治 社会或人权的活动 刚从欧洲一所学校毕业的克莱尔说 由于害怕被中国民族主义者发现 他不会参加任何活动 他说 这些人可能会根据香港国安法 向香港当局举报 让他成为调查对象 报告说 在欧洲读研究生院的泰斯 也有类似的担忧 我只用非常安全的方式 只在网上关注抗议活动 但不参与线下offline活动 我很担心如果我在集会上被拍到 会对我的家人造成影响 泰斯告诉研究人员 国际特赦组织发现 受访学生面临的压抑氛围 也影响了他们在学术职业的选择 报告写道 7名学生表示 他们认为必须远离敏感研究课题 这大大限制了他们的学术生涯 报告以英界毕业生汉娜为例 她选择了一份非盈利组织的工作 而不是在学术界发展 汉娜解释说 如果留在学术界 意味着她将成为公众人物 并可能参加人权会议 或发表与人权有关的文章 当我决定不在学术界工作时 我如释重负 因为我不必纠结 是否要在我的作品上署名 汉娜说 当我去非盈利机构工作时 我不必在任何发布的作品上署名 在接受采访的32名学生中 超过半数的人表示 由于担心中共监控他们的活动 在使用Facebook Instagram和X等平台时 经常进行自我审查 留学生亨利讲述了中共警方如何向她的父母 展示她在微信上的谈话记录 并要求他们说服儿子停止参与海外活动 欧洲和北美校园中的这种恐惧气氛 是中国当局侵犯海外学生人权 对他们进行跨国镇压的结果 报告写道 这些行为造成的寒蝉效应 使学生在学术和社交场合 进行广泛自我审查 许多受影响的学生感到孤独 孤立和其他负面心理影响 国际特赦 中共必须停止跨国镇压 海外学校应帮助学生 研究者发现 中国学生在出国前都会收到指示 告诉他们在海外应有的行为准则 这些指示并非直接来自政府 但往往是由与国家 有密切联系的机构所传达的 报告中提到的一个例子 是通过学生母亲发出指示 他在政府部门的上司告诉他 你的女儿要出国留学了 要不断提醒你的女儿 她是中国人 她必须热爱政府 她必须时刻牢记在海外传播习主席的信息 布鲁克斯说 这份报告将能提告人们 特别是大学管理部门 对部分学生的理解 她补充说 这份报告还打算向中国当局发出一个信号 即他们侵犯海外学生人权的行为 正被曝光和记录在案 报告提出了许多建议 对于各国政府和欧盟 研究人员建议 所报告的跨国镇压事件应由有关当局 进行有效调查 并为受害者建立创伤之情报告机制 以报告跨国镇压事件 并积极采取预防措施 确保大学保护和促进其社区的人权 对于接收中国留学生的大学 报告建议学校制定与跨国镇压相关的政策和行动准则 建立保密报告机制 确保学生充分了解 禁止威胁其他学生或教职员工的政策 对于认为自己可能成为数字监控目标的学生 校方应提供技术支持 报告还呼吁 中共应取消对言论自由的限制 修订所有国家安全法律 使其符合国际人权法和标准 报告要求中共停止一切侵犯海外学生 研究人员或学者人权的跨国镇压 包括监视 骚扰 恐吓和威胁 有百草之王美育的人参 被视为长生不老的上等补品 在韩国出产的高利参 还有活化机体作用的多种有效成分 可增强免疫力 是疾病无法入侵 被称为万灵补品 高利参分野参与栽培两种 由于加工方法的不同 入药用的人参又有参晒参 白参 红参等不同的成品规格 玄宝黑参口服液 以百分之百韩国优质 六年高利参为原料 根据朝鲜王朝医学宝典 东医宝剑 记载的九争九铺方法 纯手工制作而成 高利人参含有34种 人参灶带成分 远高于西洋参和三七参 另外人参灶带 RA RF RG3 RH2为高利人参 独有的成分 经九争九铺制作后的黑参 灶火兴致进去 一年四季及任何体制人 均可服用 解决了人们长期关注的 持高利参上火的问题 提高了有利于人体吸收的 多种有效成分的含量 其中有免疫抗癌作用的人参灶带 RG3的含量比红参高八倍 人体对玄宝黑身中的人参灶带的吸收率 高达80%以上 是红身的6倍多 是白身的16倍 点击视频下方的链接 输入优惠码 DJY2024 即可享受全球免费邮寄 这期新闻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谢谢收听 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